首先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吧 我们这个项目是叫Eton Power 是在做一个区块链领域的一个能源项目 我们现在呢是总部是在加州这边Fremo 有一个office 然后在国内 中国北京以及韩国首尔 还有那个瑞士的加密股 我们有三个运营团队 现在我们的阶段是处于一个私募阶段 然后项目基本成型 然后在预计是在未来八月份吧 八月份会进行那个public sale 然后我今天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OK 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可再生能源行业里面的一个 一条能源链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可再生能源行业里面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在今年吧 可再生能源行业它占比在全球的能源行业里占比特别低 大概在7%到8%的样子 但是未来五年的话我们预计是能占到50% 那这个领域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痛点 其中之一是它投资比较困难 融资比较难 然后电力的交易不透明 以及一些能源的一些消费信用风险很大 其次呢 它传统的电网缺乏智能性 还有各个像能源行业的话 它的中心化特别严重 基本上是被几个巨头给垄断 所以我们通过区块链技术 就是想打造一个由区块链和AI 驱动的这么一个智慧能源生态系统 这个能源系统呢 我们是会引入区块链作为底层的技术架构 然后搭建这么一个投融资交易平台 可以让能源资产代币化 相当于把所有的能源资产给放入到区块链这条链上 所有的交易啊 流通啊都是可以通过区块链来完成 实现快速的交易和流通 我们的团队是在区块链领域 以及人工智能领域都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叫EPR Token EPR Token呢是我们项目发行的代币 这个代币的功能比较广泛 它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整个能源生态系统里面的 所有的一些生态服务 它可以用来比如说 未来一些能源资产在我们生态领域进行一些交易和消费 我们可以想 它EPR Token的holder可以享受到它的一些手续费的折扣 未来在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会有更多的用户 会入住到我们这个平台 他们这些用户也可以享受到额外的一些VIP的一些待遇 当然它也会享受未来越来越多的一些 像我们会采取的一些回购机制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的话 我们有一些profit 盈利的话 我们会定期对EPR在二级市场进行公开回购 从而提升它的一些价值 最最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代币还可以享受到可债生能源项目来我们平台 融资 我们可以享受到它的一些分层和收益 我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对这个加密币了解怎么样 就是知道什么是区块链以及就是cryptocurrency吗 就是这个概念有清楚吗 区块链相当于是加密币的一个底层资产吧 底层那个底层技术 然后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 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意识到它底层的那个区块链技术 等到大概过了两到三年之后吧 有一些大的一些科技公司 他发现就是比特币底层的区块链技术是非常的有用的 可以应用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行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区块链技术被大众所熟知 然后越来越多的就是产生了一些区块链的第一级的应用 以及到后面的就是区块链2.0 3.0 然后后来衍生出各种各样其他除了比特币之外的其他的代币 像以太币啊EOS啊这些这些其他的代币 现在在全球市场上的话 大概有超过2000多个除了比特币以外的数字货币 OK 为什么我们会使用区块链技术呢 这个问题的话一般很多人都会问 为什么你们会需要区块链技术应用到能源行业里 因为能源行业的话是一个重资产 而且是一个中心化非常严重的一个一个行业 很多包括投资也好交易也好 它都存在不太透明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区块链它的一些天然的特性 像数据的不可篡改性 我们把所有的能源资产就是放到我们的区块链上 所有的资产一旦上链之后 它的所有的信息包括它的价格 它的时间点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透明 以及不能被篡改 去信任呢是因为就是区块链的话 它可以有效的 有一些去信任的机制可以有效的 让交易双方都自动的完成 通过智能合约自动的完成一些交易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验证对方的身份 智能合约呢相当于是区块链 在比特币之后的第二个比较伟大的一个应用吧 它可以自由的就是通过设定一些规则 然后完成一些智能的一些行为和交易 去中心化当然是区块链最最大的一个热点 因为它就是比特币相当于是它最成功的一个应用吧 第一个应用 它的话是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流通 不受政府的监管 区块链就是完美的阐述了这个优点 因为在能源行业里的话 它需要通过一些中心化的一些结算机构 去完成能源的一些费用结算 费用清算 但是有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能源行业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点对点的能源交易 从而摆脱中心化的那个能源交易所 OK 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第一个商业模式吧 首先通过 首先通过我们Eten Power搭建了一个 在区块链的基础上搭建了一个智能的投融资平台 所有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方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 相当于我们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叫上币融资这么一个过程 你可以通过我这个平台发行你自己的代币 然后从而完成你的就是建设所需的一些资金的募集 投资人拿到的则是就是说你未来拿到的是一部分的能源代币 这些能源代币的话有一些底层的资产作为抵押 这些底层资产就是来自于这些未来的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未来要产生的一些发电收益 等大概在六到八个月之后 项目建成之后 然后产生了发电收益 所有的项目投资人手里的代币 它的价值就会被激活 激活之后呢 它可以在我们整个能源生态系统里去完成各式各样 其他的生态用户的提供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我们会引进特斯拉的充电 充电桩服务 你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能量点卡 我们称之为能量点卡 去特斯拉充电桩 去充电使用 也可以是我们也会引进像一些比较知名大的注册公司 像赫兹 还有Enterprise这些公司 我们也会可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能量点卡 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拿着你的购买的能量点 去电网公司直接进行兑换 比如说你们家里需要每个月用电100元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能量点卡去进行电费支付 这是在我们整个生态 能源生态里的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呢 是我们为加密货币的矿工和矿场提供廉价电力 这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点吧 首先Eater Power这个平台可以将能源代币化 或者另一个说法就是资产上链 帮助发电站 提前收回投资 这样的话发电站就是能把这个电价给降下来 其次呢我们会有一个人工智能电网的一个技术 用跟区块链完美结合 可以给矿场使用 然后通过使用我们人工智能电网技术 矿场可以拿到低风低谷的电以及气能电 从而所有投资我们EPR的 我们代币名称叫EPR 投资我们代币的矿工 它通过一系列的 通过我们的EPR平台节省了电费 然后产出的比特币啊 以太币啊 以及莱特币这些币种的话 它的收益会更高 这是一个 第二 你说 就是在这边 这边你这边发电站有廉价电力到矿场 嗯哼 OK 这这这这其实是24小时的对吧 对是 就是247的 对 然后呢 低风低谷的电力其实就是 well sometimes 就是低风低谷那个时间 not 247的对吧 对 对吧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是在低风低谷的情况下 你是用那个 你是让更多的机器 能够让更多机器开动 是这样 这里分两块 这一块呢 上面这一块 就是说我进行 我帮电站进行能源代币化 我可以提前让它收回投资 对 它同时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deal 对 就是说可以提供便宜的电价 但这个呢 是我们直接跟矿场合作 就是两方面嘛 上面比如说我已经帮矿场 省了15%的电 这边的话它用矿场再加上我们 人工智能电网这套技术 安装在它的那个mining facility那边 对 我们这边的话又能给它降25% 所以combine起来的话 大概能达到40%左右吧 我知道但是现在据我所知 因为我对电力知道的不是特别多 比如说 现在 首先核电是不能停的对吧 然后火电可以停 水电可以停 那么你的意思说就是 比如说在低分低谷的时候 火电水电你也让它照样运作 这些的话基本可以 它就是可以 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叫peak demand charge 高峰期的时候 但是那个高峰期的时候 它的费用特别高 对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用我们这套 智能电网技术的时候 让它停个五分钟 把这个demand给卡掉 那你的矿场停五分钟是吧 对 然后躲过高峰期 对是 然后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你自己能够detect 已经要到高峰了 然后矿场就停 对 这个是完全 但不仅是能detect到你的高峰期 还能智能监控 智能调配就是发电端和用电端的需求 就发电端什么 发电端的时候你也可以调配 用电端你的高峰期 低峰期都可以自动监控 对对 所以其实比如说现在到了晚上 到凌晨时间的话 它其实低分低谷对吧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让更多的矿机开动 是 是是是 然后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上班时间的话 那你矿机就少一点 少一些矿机开动 就是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是是 OK 谢谢 这个是我们的EPR发行 以及它的一个政治逻辑 首先上面这个图呢 是EPR的holder 通过购买我们EPRholder 它其中之一的一个benefits 项目一项目二 这些是所有未来来我们平台 以及我们生态系统入住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它比如说项目一 来我们平台要募资 一千万美金 它发行了等值的一千万个代币 它自己的代币 所以我们的EPRholder的话 它可以享受到有一个能量 百分之一的能量捐赠池 所以每一个来我们平台入住的项目 它都需要捐赠百分之一 到我们这个能量捐赠池 所有项目越多 这个池值越大 所以我们的EPR的底层价值就越高 就是想说一千万的百分之一 对 捐赠给这些holder 对 是的 这是其中之一就比较大的一个benefits 然后我们如何发行呢 这下面这块流程是我们项目方 来我们平台入住的一个流程 我们会进行一个禁调 对 这里是说是 先进行禁止调查 会先进行禁止调查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那个投资团队 会对项目进行禁止调查 通过它所有的项目 要通过我们的一些那个公开审核 它需要完成它有一个PPA 叫构电协议 在能源行列有个叫构电协议 它需要签署那个之后 然后我们会 因为我们了解到 在平台前面几年的话 它可能会需要一些激励 我们吸引更多的投资人 以及更多的项目方 入住到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面 我们会采用一些 会拨出一部分的EPR代币 用来激励早期平台参与者 大家可以来我平台抢购 每个项目方发行的能量币 我们会赠送一部分的EPR给他们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 能源代币的一些应用场景 所有的能源 因为通过我们区块链技术 进行代币化 所以可以进行点对点的交易 你可以与你的邻居 进行一些能源之间的交易 也可以用来进行电动车的租赁 或者说是 你有自己的一些 electrical vehicles 你也可以用去进行充电 或者说直接向电网 像PGNE之类的构电 或者其他服务 这块的话 我们第一批潜在的用户 可能是旧金山 有一个科学探索博物馆 Xperia是吧 对Xperia 对它是全部都是由可载生能源供电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building 它是可载生能源的忠实粉丝 所以我们可能一开始的话 会跟他们合作 他们比如说一开始的tickets 然后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服务 都可以用我们的能量代币 去进行消费 这个是涉及到我们的人工智能的 一个电网开发 我们目前是在跟深脑链 有进行一些合作 深脑链是全球第一个 人工智能计算平台 他们已经成功发行上市了 然后我们会通过 跟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用他们大算力 大数据以及模型 来开发我们这套 在能源行业的智能电网技术 等我们这套系统开发完成之后 它可以进行 我刚才说的能效的管理 高峰低谷的管理 以及一些电网的调频 就是帮助 做成类似一个 像谷歌的DeepMind的那一套系统 这套的话可以跟区块链 进行完美的结合 所有的人工智能电网的应用场景 它其实很多 这边我只列举了大概六个的样子 可以用到比较大的矿场 数据中心 也可以用到城市综合体 甚至是远离大陆家的一些海岛地区 我们因为海岛地区的话 像加勒比海岛地区 我们目前在谈大概有十几个国家的项目 刚才去中国南海 那边岛屿不行 像加勒比海岛地区 它比较有特点 因为它那边基本上是重油发电 它没有可载生能源项目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智能电网技术 以及平台的话 可以帮他们引进各种各样的开发商 然后我们为它整个岛国进行一个能源的智慧规划吧 因为他们那边经常遭受飓风等威胁 我们可以就是帮他们 把他们整个岛国的能源 进行一个智慧的规划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放一些solar 还有一个地方放一些wind 还有再搭配一些潮汐能 然后再加上智能电网技术的话 他们应该是可以受益良多 我问一下 两个八卦 那南海那边为什么不是个好的应用呢 南海 你说中国南海 中国南海那边的话 因为国内现在这个政策不是很好 很多的话都是补贴滞后 补贴滞后 对因为可再生能源行业的话 它面临几大问题 它是一是主要是 现在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补贴 政府补贴 但是政府补贴的话慢慢在减少 而且它很滞后 所以说我们要提出 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就是为了帮助可再生能源 就是摆脱政府补贴 它可以自行的就是说 离开了政府补贴 它也可以存活下去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的话 一是可以降低成本 二是提高速度 南海那边可以落地 理论上是可以落地 但是我们现在的触角呢 是现在国内有很多项目 风电太阳能项目有一些合作伙伴 它已经有意向来我们平台入住 然后其他呢 还有一些加勒比海岛地区 有一些项目也有一项入住 如果你那边有南海的一些资源 也可以欢迎入住 对 因为海岛地区其实是很好的 那边它远离大陆架 它这个成本非常高 对 它如果有这套技术 以及就是低成本的去建设一些那个 facility的话 它是可以有很大收益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竞争者分析 现在比较知名的话是这个 Power Ledger Power Ledger是澳大利亚的一个 能源区块链公司 他们是去年9月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纵观就是像We Power是爱沙尼亚 Electrify呢是在新加坡 Restart Energy和Grip Plus呢是在美国 这些的话它基本上只停留于在概念阶段 为什么说概念阶段呢 它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白皮书 技术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一些实体的项目支撑 因为毕竟你这个技术平台搭建起来之后 你需要各种各样的项目 实体项目来你平台应用 你说要做一个落地项目的 还是要实体项目支撑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领头企业在能源行业里面 我们Eten Power在这个行业里的优势呢是 增加了智能电网这块技术和区块链结合 以及我们有大量的实体项目 在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三到四个 两个大学的项目 我们未来会做出第一个 全球第一个 就是用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技术 建成的教育界第一个能源项目 对 教育界第一个能源项目 但我会再晚一点 后面一个slide给你们解释一下 OK 这个是我们的代币模型 我们现在一共是会发行100亿枚 100亿枚代币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私募阶段 我们现在有三个基石投资人 Crypto Capital 还有一个出备资本 还有一个是AI China Capital Markets 两个是在硅谷 他们投了我们私募 还有国内的一些能源领头行业 大概现在募集了250万美金左右 未来的话我们的硬顶是在2000万美金 软顶是在300万美金 我们在新加坡也设了基金会 会在那边进行一系列的推广 未来的项目规划 这是我说到的我们的一些全球的项目储备 第一个就是是在Sacramento一个大学 这个是在欧克兰一个大学 是在美国 还有其他的是一些在国外 在中国国内 以及加勒比海岛地区的一些项目规模 像这个的话是1200万美金一个项目 它未来可能会在我们平台 开放大概一半 就是600万美金的一个融资额度 可以来我们平台作为四点项目 这是我们比较独特以及有优势的一点 这是第一页大概12个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 你刚才说的1%就是600万的1% 而不是1200万的 看他情况 他如果是想募1200万 这是他总的项目投资规模 但是我们不会说 他100%全部来我们平台融资 他自己也有一些本金 对 这是第二页 也是国内已经 我们的模式可以是帮新的能源项目 进行融资 然后帮助它建成 也可以是说帮已经在发电的一些项目 通过能源代币化 出售它未来的一些发电量 让它提前收回投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对投资人更加稳定 所以你刚才在这里面你说到一点 就是说你们自己的那个审核机制 其实就很重要 对 审核机制很重要 对 那你再会 你不知道 你会不会讲一下你的那个审核 会有 会有 对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盈利预期吧 今年的话 我们会有大概600兆瓦的一个项目储备 600兆瓦的一个概念就换成人民币的话 是大概在40亿人民币左右的规模 就是说 就是说 Maximum可能会有40亿人民币的融资额度 在我们平台上发生 然后在未来呢 我们会达到 将120G瓦 120G瓦是相当于全球的话 可能也是占3%左右 在那个时候 未来的话 我们的 我们的未来五年 在我们平台融资额 可能会发生 超过1.7万亿人民币的 项目融资 因为人员行业的话 是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市场 他的话 他的融资规模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们其实是 只是帮他进行融资 我们不仅是光伏 我们未来的话 这个生态系统里的话 有风电 潮汐能 生物智能 甚至传统的一些电能 我们都可以并进来 但是我们就是看中了 可塞生能源这个行业 它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路线吧 我们在第二季度 就能跟加勒比海岛的一个 海岛国家叫安提瓜 签署一些战略的合作协议 他们可以来我们平台进行募资 然后我们马上会完成 这个PPS是项目代币 项目代币的钱包开发 开发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用PPS去 使用我们生态系统里的 其他的一系列的服务 PPS认购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融资平台 也会在今年年底 稍微晚一些时候会上线 未来是希望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能上线各式各样的一些 其他的生态用户的入住 这是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 我们现在团队有大概15人左右 在全球范围内 硅谷的话有大概10人 技术团队的话从Uber Facebook等科技公司出来 然后我们有中国团队 以及美国团队 美国团队现在主要是负责社区运营 OK 还有一些智能电网的架构师 OK 我们的韩国团队 以及中国团队 OK 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可在生态园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有一个投资的一个审核委员会 确保每一个来我们平台入住的项目 它是有一些合法的一些文件 它需要通过我们的一些禁调审核 它需要完成它的一些 构电协议的签署 达成我们一系列的目标之后 它才可以入住到我们平台 成为一个比较合格的一个项目 这三位都是在金融界比较知名的人士 他们可以作为我们投资的一些委员会 进行对我们项目的审核 现在我们的投资机构有来自硅谷的 AI China Capital Partners 来自中国的初备资本 还有Crypto Capital 下面是我们今天这个大学 它是在我们在 他们在Sacramento有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分校区 主要是做MBA 在Sacramento那边有大概170英亩的一个校区 对我们未来是吸引了一个开发商 那个开发商会来我们平台进行第一个试点 做第一个试点项目 它是帮他们建立所有的Solar Solar Panel和Solar Carports 然后以及一套一整套智能电网会应用 然后这个WJU WJU这个大学里面去 对 OK 所以WJU和Pattern University 是可以作为第一批试点项目 在我们 我预计是在今年8月份的样子 会作为试点项目 然后我们可以作为全球第一家 教育类的区块链项目 区块链项目 我们现在正在洽谈的几个交易所 是新加坡的BitForex 以及GitIO和ZB.com 我们现在预计是在7月 7月底的时候会进行公募 然后8月底的话 我们会进行第一 会完成第一阶段的平台搭建 作为试点项目 以上两个教育学校 可以作为我们的试点项目 我们的全球社区建设和规划 另外是由欧美一个团队 叫Amazics 他们是之前有做过超过90个ICU项目 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他们帮我们推广欧美社区 比如说是电报群 Telegram 其他各种各样的social media 同时我们在中国 韩国以及瑞士都有两个团队 都有三个团队 在那边帮我们进行社区运营 OK 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说有一个投资 就是审核吗 不是很重 对对对 所以不是 就是你说审核很重要 但是就是说你怎么样 你现在说找那三个人 给你们做审核对吧 它是我们的审核委员会的委员 然后我们会请第三方的一个禁调公司 第三方的一个公司 专门是对所有可在审核计员项目 进行禁调审核 就是禁调 禁止调查 对对对 我知道OKOK OK 那其实就是说 你们就是trust那个禁调公司了 对吧 对 因为它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嘛 我们委托它 对对对我找我 对它进行对每一个项目的审核 同时我们也会有内部审核人员 去跟他们一起进行第二轮的审核 哦 他们第二轮 我问一个问题 你刚才就是划了一个时间段 那就是你作为一个公司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 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就是有revenue进来 就是你这个公司是 怎么样去创造理论 OK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就是第一阶段的投融资平台会正式上线 在年底的时候 等上线之后 我之前前两页放出来的一些项目储备 它都是可以来我平台进行融资 它融资成功之后 我们会收取一定的 就是有那1%的捐赠识 这就是我们的收益 就是说你这个公司收这些公司 1% 嗯嗯嗯 对 对 这是其中一个business model 还有呢 是就是说我这个生态系统一旦建立起来 比如说有注册公司进来 有充电服务进来 所有的能源资产交易 或者包括点对点的交易 它都需要有一些手续费 你可以把它想成在这么一个生态系统里面 所有能源资产的交易与流通 我们都会有一定的费用会收取 那现在就是那些能源交易 如果不在你们 那它有 它为什么要用你们呢 因为第一部分 我们是会搭建一个投融资平台嘛 搭建这个投融资平台的话 就是很多项目方来我平台 它发行了自己的代币 发行自己的代币就是融到了资金 融到了资金之后 它首先我们第一步会收取一个手续费 它融到了资金 我们收取一个手续费 其次 它融完资 然后它发行了它自己的代币 所有的代币都在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里流通了 所以项目越多 我们流通的代币越多 以及我们的投资人越多 投资人越多之后 我们就是可以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客户 像特斯拉或者Starbucks 或者说赫兹这些公司跟他谈 我可以跟他们谈 就是说在你这里可以接受我们的代币作为支付手段 我后面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用户 是我们代币的忠实用户 只要你接受我们的代币 可以用作支付 我们后面的用户也就是可以使用你们的产品和服务 OK 比方Tesla是你的客户 那现在大部分Tesla的这种supercharge都是free 当然有一些地方它会charge 那么Tesla为什么要用你们就是付1%的手续费 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它会 是这样就是1%手续费呢 只是针对就是一开始 想来我们平台进行融资的可债生能源电站 他比如说在Sacramento 要建一个电站 他需要花费一千万美金 但他手里可能只有五百万美金 他需要从其他地方融资五百万美金 他可以选择我们平台 然后我们平台他说发行五百万等值的代币 然后我们平台的投资人就可以投他 他拿到五百万 这个的话我们会收取1%的手续费 这是第一步 就是第一个投融资平台产生的功能 后续的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里面呢 我们是会去跟一些大的用户 大的商户吧 就像特斯拉或者说赫兹 这些公司去谈 我说你可不可以就是接受我们的代币 接受我们代币之后 我们手里有很多很多其他 使用我们代币的用户 未来他可以比如说 去购买你特斯拉的产品 或者说使用你这个充电服务 这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商务谈判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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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我们第一个平台搭建之后 首先针对的是一些电站的 User User 购买了我们电站 他有收到稳定回报了 但是他这些买 对 对 对 他保底 你买了这些代币之后 每年不是可以收到稳定收益吗 但是你这个 等我这个生态系统更完善之后 你这个代币不仅是可以收到收益 你可以去使用其他的服务 就是 就是像买股票一样是不是 对 是 因为第一批的话 第一批投资人的话 电站 他是每年都有稳定收益的 你买了他的代币的话 他可能第一年就是10% 第二年11%这样的收益 稳定收益 但是你手里的 就是通过 就给你发钱了 就是股票已经发公益了 对 是的 然后 对 然后他拿了这些代币之后 可能第一阶段 他只能收到这些利益 但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随着我们这个用户 生态越来越丰盛 它可以在我们生态系统里去使用 使用它这个代币去购买其他的服务 跟电相关的其他服务 因为legal的话 就是你要有针对性 如果在美国的话 它有些州的话是 de-regulation de-regulated 就是政策没那么严 没那么严 对 你可以 可以启动 因为从本质上 你就是在抢他们的蛋糕 是啊 但是你看 为什么会让你合法呢 可以 因为你为什么 你说 PG&E 它每年也有一定的额度 它就是说 你必须让一定比例的 好像是百分之三十吧 可再生能源项目并网 并网 并网 并网就是说 你 PG&E 你属于一个垄断企业嘛 对 但是你一定要让一些 可再生能源项目 来进入你的这个网络 不然的话你就会被罚款 被罚款 这是国家支持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措施 对 所以百分之三十是指什么的百分之 就是说你发电量的 百分之三十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对 最近还有一个政策出来是 加州 在2020年之前 所有的新的房子的屋顶 都必须装 solar panel 对 现在City Santa Clara 已经就执行了 所有新房子 获得要收纳 对 所以这些的话 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技术 未来加入到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里 因为未来 比如说每一个房子上面有solar panel 然后比如说整一个community 我们可以建成一个叫微电网这么一个概念 微电网这个概念 比如说你家之后装了一个太阳能板 每个月你发的电还多余 那多余的 卖给兵居了 对 便宜卖 我一个人用你们家三个人三个人用 用的比较多是吧 我多余的去卖银子 怎么样 对 你用KB点对点交换 本来的话你卖给PGNE 你可能就五毛卖给他 但是那是非常非常便宜 用不掉的电直接卖给他了 但是你可以卖给你邻居 卖掉一块 也可以这样做 现在就是我自己家里有太阳能 弄一个人 然后我有电动车 实际上我还是要付电费的 是的 就是说尽管我都经常不在家 电也用得很少 因为电动车一擦 那就是电动呢 对 因为你这个太阳 太阳 那就是一个月电费 它就算四十块钱 实际上也挺便宜 比PGNE要便宜 三十块钱你是一个人 你们家里就一个人 一个人对对对 那就是说那这个电费 就比PGNE便宜 因为PGNE以前好像 上去我九十四块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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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情况 还不到用的时候 没有这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装的SOLAR晚上是不发电的 对 所以它肯定是要付电费 但是它这个是比较基础的 你除了这个SOLAR之后 你还有一个储能 Storage 你没有装Storage 然后你没有那套系统 那套系统还能帮你省电 那现在有一种系统吗 有啊 现在那个SOLAR没有你 现在有 SOLAR 你没有那个 SOLAR City没有 但是有一些小公司 它有做一些Cutting Edge Tech Knowledge 它有这套系统 对 没有没有 我不是的 我是建造商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非常简单 它往你屋顶装一些SOLAR panel而已 并不是给你避开高峰的那个 没有 我说的现在就有一个叫Turn Key Solution 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嘛 屋顶首先要装SOLAR panel 对 然后再装一个储能 就是说晚上你不发电了嘛 白天多的发的电 你就装到这个储能里面 对 晚上用 晚上用 再加上你这么一套系统 就是可以避开高峰 自动调控的 你这一套系统装在那边的话 你就是可能就是 一个月就不需要付电费了 你现在可能还要付30 但是以后的话可能 还能还可以还可以赚钱 那么以后PGNE的意义都不省在了 未来肯定啊 PGNE是这样 PGNE呢 它自己不发电 它只是一个电网公司 买电是吧 对 买电卖给零售商赚差价嘛 对吧 我们用它的基础设施而已 对 但未来的话 可能比如说 它的发电端 现在可能说 5%是可载生里面 其他95%是火电啊 风电啊 火电啊 这种化石燃料 那未来的话可能就是 可载生里面占比 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 第一步就是说 帮他们融资 建更多的电站 然后把这个市场给突破了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 前几年光伏是有一波高分的 后来又断崖式的下跌 跌得很惨 对 就是说 你 这个你知道吧 这件事情 对我知道 对对对 所以说你 为什么现 就是说你对于这件事情 怎么当时那件事情 因为它可能是遭受了一些瓶颈问题吧 它就是 我知道你就是说 大概在16年的时候 16年的时候 它是就是有 整个热度有下来 但是就是说 大方向还是不变的 对对对 我知道肯定大方 大方向肯定是不变的 你就是说 就是这个意思 就好像说 你这个这个 比特币以后肯定会涨的 会超过两万块 但是为什么是我今天买 比如说我 对吧 这个今天买了两万 那就亏了吧 对吧 但是也许为了某一天 那肯定也能 一百年两百年 肯定会有超过两万块 为什么是今天 OK 为什么今天呢 因为能源行业的区块链项目 就像我说的 现在还没有一个龙头企业出现 它最早最早出现 可能是在16年中 16年中还是16年底的时候 第一个公司用区块链技术 应用到能源行业里面 对 其实不在里面 但是我刚才compare了里面 是说已经全部发币的 一些项目 但是有一个在美国叫 Low3 这么一个公司 在纽约的 它之前就在纽约的 一个小区完成了点对点的 能源交易 用区块链技术 但是 对 但是它没有发币 但是 一开始的还没发币 对 它就是没有发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 在整个能源行业里面呢 就是很多大的公司 就开始已经在采用 区块链技术了 但是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公司 它就是说 真正有能力 把这个市场给吃下来 就是说没有一个公司 它能把区块链技术 用的非常好 我刚才的问题是类似于说 你为什么认为现在是基点 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龙头企业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抢占这个市场 基点一定会到来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 而不是一年后 就好像说这个比特币 总会超过两万 但是我要是年级 去年年级买的话 我就亏了 对吧 OK 我去年年级买就亏了 但是你说 可能明年后年 或者十年以后 它肯定会超过两万 肯定一定会超过两万 我为什么不等到那个时候 再买 那你说的基点是指 买 基点的定义是什么 Singularity 就是最低点 不能叫最低点 就是爆发点 是你说咱们项目的爆发点 还是说买币的 可再生能源 对对对 其实实际上关键是这样 就是说可再生 我知道可再生能源 这个蛋糕肯定会越来越大 那么那么那么首先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它本身 什么时候开始爆发 这个蛋糕什么时候开始变大 开始那个大爆炸 就是那个 然后它大爆炸了 你们不一定 不一定是你们会跟着 这个大爆炸 也许你们可能 property 有这个possibility 就是一定的 但是首先 这个问题 连在于这个 嗯 嗯 嗯 所以现在应该在 在福尔的那个 所谓signalarity 的一个过程当中吧 那你说它其实 没有爆发的话 它是有什么原因呢 就是刚才 所说的 现在有很多的常委项目 可能是很优质的项目 他们现在就缺乏资金 但是又有很多人 想要投资到 很多常委 常委的项目 Longtail 但是很多人想要投资到这个领域内 有请想要投资到这个领域内 但是又投不进去 嗯 就是因为缺乏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现在刚才 Till 13 point enable this to happen 就是把bridge 他们 forget了 对对对 就是说它解决了一个 信任机制的问题 那就是说 最后 不需要说我 找到那个项目 然后去进行投资 这个项目 如果在这个平台上 我就拨认它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 那个 团队的这个 committee 它是由一个 专业的人士组成的 那如果这个平台存在 或者说有 几个这样的平台存在的话 那他们 以后要去接触这个项目 接触这些比较 困卖的 这些项目的话 那就有一个 途径相当于 就是你们 对你们这个 这个bus的 对对 就是相当于这个需求 其实一直存在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就是我们用微信沟通 大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或者你与你 可能失散多年的 这个小学同学的沟通 一直都存在的 但是它没有这么一个平台 存在让你去 这么convenient的 去做这些事情 一旦程序把这个做出来了 大家帮不过的 突然你就发现 哦 你就跟他们connect上了 就这个需求 一直都是一个存在的需求 而且是一个强的需求 只不过这种呢 是投资方面的 可能有的人觉得 就跟自己的生活 离它比较远 对 不像说 你用微信沟通的话 就感觉 就每个人都在用 对 会比较近 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到 它的爆发点是那种 特别强烈的 但实际上这种东西 肯定是存在的 因为你在你没有接触到的投资市场上 西货市场呀 能源市场呀 大豆这些西货呀 交易呀 每一天都有成千通万的交易在发生 只不过 你都在这种状态 对 对 可能这些事 就会发现 你就可以成为一种 的技术 它会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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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很难说 什么时候是你的基点 就是 硬实地利 人和吧 那 那 布朗先生现在 也活起来了 然后 enable 很多的技术发生 大家围绕这个东西 做很多的 这个 brainstorm 然后刚好这个平台 它又降临起来 那以后 然后tract 过来 我现在就拿你刚才的做理 对吧 比如说 这个QQ 现在是非常好用 对吧 大家 大家 这个满足了很多需求 很多人用 那么 在那之前 什么MSN OICQ 也是同样 也是同样的工具 类似的工具 但是他们就没有爆发型 因为手机呀 因为 对 因为它是一个移动APP 对 你的MSN 你的QQ 你的校内 你的人人 所有的都是在网上 是一个webapp 对对对对 所以 于是 你现在说 就是这些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就认为说 就是说 你们这一天 就好像是 就类比为这里面的微信 或者说QQ 对吧 那么我觉得说 那你怎么证明 你不是这里面的MSN OICQ 我们是基于Blockchain 嗯 嗯 嗯 Blockchain 不是在那里面 10年 对 对 10年之前我在用MSN 我在用这个 10年之前我想用 我想用WeChat的它没有 嗯 那现在 Till a certain point 这个技术发展起来了 嗯 当然它也离开很多硬件的支持 嗯 如果像可能没有 如果没有电脑呀 就是没有这些就是非常 就是frequently 就像是Liture Power的这些Processor啊 嗯 非常强大的这些 是Infrastructure的应用 对啊 那我也没有办法 对对对 所以Right now 嗯 嗯 嗯 我有个问题 所以刚才讲的 你觉得哪些国家和地区 不管是他们的政策 反正确有利于你这个项目的落地去实行 嗯 比如说你刚才知道美国的 嗯 对加勒比海是比较开放 因为加勒比海那边呢 它嗯 很多国家 它急需要一些 比如说电网的规划 嗯 以及可载式能源的一些资源的入住 对 它更容易欢迎你 对 还有澳大利亚 嗯 澳大利亚也是非常开放的 嗯 澳大利亚那边 还有欧洲的一些小国 啊 它也是比较开放 嗯 这些国家其实未来会是明显的 对 未来是会 但是是不是国家电网 你都把手伸到那里去 没有 或西哥啊什么都 国家电网是这样 像加勒比海岛地区 它一个国家 它可能就几十万人 它整个国家的一个规模 它可能就五十兆瓦 五十兆瓦对国家电网 它是根本不会去触及的 太小 国家电网要做可能就是一千 哦 一千以上的是吧 对 一个G G娃以上 它五十兆瓦 它觉得没必要 投资太小 蛋糕太小了 懒吃了是吧 对 而且就可能 很多Dirty Walk 就需要做的 处理的事多 那边就是 暴风 就是飓风力很多 暴风挂了 对 现在是有一些技术 就是说它是抗飓风的 一些那个wind wind facility 有这些 未来的话可能第一步就是说 去政策环境比较好的一些国家 像澳大利亚 像加勒比海岛地区 甚至是非洲的一些国家 它都是可以很欢迎你去投资建设 因为它那边电网太弱后 以及可再生能源的选项也太少 但是我们呢 只是说目前就是搭建这个平台 先把这个技术平台搭建起来 因为我们是不碰重资产的 也不拥有重资产 我们是想搭建这个平台 新资产的 对 我们就一个纯软件 建立在blockchain上 然后大家可以来进行融资 融完之之后 后续的我整个生态系统 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能源的一些 生产商也好 用户也好 甚至是其他的投资人也好 我觉得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有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为什么就是自己的 能源 OK 因为我有几个 我几个合伙人呢 我本身是在区块链这块做投资 然后可在生内缘我也做投资 做了好多年了 然后我另外一个合伙人 他是做实体的项目开发 和研发一些技术 所以我们两个搭档起来的话 他那边可以为我提供 就是我说的那些项目储备 对 对 他手里的就是 他本身就是做可在生内缘 做了二十几年 对 他 他没有在上面 他只是我 他不是我们团队 但是他是 是 partner 对 对 因为 对 他 对 他自己的项目 可以 可以来我们平台 入住 对啊 关键就是要落地项目吧 这个是key 因为现在的话 说实话说区块链1.0 2.0 3.0也好 但是说实话都是 技术 还没有到就是真正实现的 那个阶段 对落地 对落地还没有 对 那不是你那个 partner 他现在准备 放几个到上面 嗯 放几十个吧 放几十个 对 先放两三个 先四点一下 今年四点一下 四点好了 我们就后面就全部给上了 嗯 对 我再回到之前 当时谈话 因为你刚才讲了是说 嗯 就是说 你们现在 就是有foundation的笼资 对吧 但是我现在就是如果 我现在很难对应 比如说 比如说 Splotup 他就有什么 那个 ANGEL 对 对 ANGEL C的 BAA BCDE 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到底 如果 你们解决到 每一个问题到哪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 foundation的话 如果按照数目来说的话 其实应该是到A轮 但是 数目到A轮 数目到A轮 两百 两百多万吗 两百多万 数目到A轮 但是 我说的foundation呢 如果是 foundation 我们区块链里面叫foundation foundation run 其实对应的话 传统的话是相当于是 ANGEL ANGEL run 对对对 但是说数目你是直到A轮 因为它每一轮其实是对应的 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 是是是 对吧 OK 对 所以那就是 你们现在是解决问题 解决到什么阶段 ANGEL ANGEL这块 但是问题还是ANGEL阶段 但是数目一定是到A轮的 对是 对 然后下一轮可能就是 思目嘛 现在思目的话相当于是A轮 然后后面思目结束 就是没有B C D E轮了 我们就A轮 A轮结束之后后面就是 类似于IPO 就这样子 对对对 那么我再问你 比如说那你们那个投资人 你会不会派一些人到你们公司去 不会 没有 不会 没有 对 因为这个 这个领域的话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 他投了钱 他买了我的B 那他期待的话是可能我上了交易平台之后 他可以就退出嘛 直接退出了 对 很快 很快 因为像传统的startup 他可能从Android 对 A B C D一轮可能要短的话 快的话两到三年嘛 慢的话可能十年都有 他才能退出 现在这个行业的话就是 我们说的是币圈嘛 他可能 day one day one他投了100万美金进来 买了你的币 对吧 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你上交易平台了 ICO了 ICO了 然后他100万可能变成1000万了 他就可以退出了 流动性非常非常高 对 对 所以 OK OK 所以那就是你 你说就是Foundation 那个他投100万 私募的时候投100万 对吧 然后 然后就上了 就ICO了 然后就 退出了 所以你现在去看 为什么说 区块链技术是2018年最火的技术 就是所有的风头都在追逐这个风口 所有的 最火之一 我不是觉得 那还有哪个呢 你觉得这一都要去掉啊 你还有哪 AI都算不上了 都不能比啊 AI怎么说呢 是可以吧 AI不能算最火的 不能 你的意思说连之一都要去掉 之一 没有之一 真的是 真的是 现在的确是区块链 没有东西 你真 你发否认的 你可以用这个风口关键字搜索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这个搜索评论是什么样 所以说去年和前年AI是很火 对 但是现在也有人就是 你说AI和区块链就是如何结合 对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区块链一下火起来 因为区块链是 很多人说是最接近财富的 为什么 就是说 因为AI的确是能改变世界 但是就是说 它为什么迟迟没有爆发呢 就是说没有一个财富小营 所以 对 但是它Long Term是OK的 对 但区块链的话就诞生了一批草根富豪 草 草嘛 对 草根富豪嘛 对 所以就是它就来钱快 就是对投资人而已 是来钱快 周期短 对 那真的 那真的就是看眼光了 我觉得 对 所以我看你们ICU是准备到 我们ICU是准备在七月吧 大概七月中下 我们会进行ICU 对 这个月的话 我们再谈几个一线的基金 单华资本 还有丰元创投 还有国内的空众资本 这些都是有意向 投入之后 我们大概可能一个月 就close这个私募人 然后大概在七月中下的话 进行公募 我们一共才开放两千万美金 一共才开放两千万美金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把这个社区给培养 培养起来 对 尽快上线 也不 对 尽快上线 也就一两个月的事吧 对 也就一两个月的事 17年 17年Q4启动 你们 刚刚 你们是 你说是 11月的时候才刚刚 你是启动是什么意思 是说 开始招人还是 对啊 去年 好吧 然后就招了十几个人了 对啊 你们招人速度也太快了吧 正常 还是说你们之前已经有了 正常速度 对 有些人一两个月 从开始到上线 好吧 对 OK 谢谢大家了 可以加微信版后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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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